接下来是体育盛事的预报 这是第四届的佛光杯篮球邀请赛 将要从7月2号到7号在高雄巨蛋体育馆登场了 今年的赛事是突破以往只邀请到各校的女篮参赛的模式 首次加入了男篮一同来比赛 一共有来自6个国家14支球队一同来角逐冠军奖杯 为期6天的赛程全程是免费要开放给喜爱运动的民众来参观 所以也请热爱运动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 身段柔软的啦啦队员配合着音乐节奏演出 不管是地板动作还是抛摔都展现高水准的默契 他们是来自菲律宾国立大学的篮球专属啦啦队 这次来到台湾就是为了替参加佛光杯篮球赛的球员们加油打气 而今年呢第四届我们除了球队增加之外 我们呢还特别把男子的篮球队呢也放到里面来 所以这个佛光杯的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 可以说是逐年逐年才壮大 今年的佛光杯国际篮球邀请赛已经迈入第四届 突破以往参赛队伍不再只限女篮 首次邀请大选男篮球队参赛 共有来自六个国家的14支球队要来争夺冠军荣耀 去年佛光杯的国际篮球邀请赛在这边办完了以后 就觉得场地非常的好 所以今年就继续在这边来办 那我们欢迎以后每一年都到高雄来办 我们会提供场地来协助佛光杯的国际篮球邀请赛 希望它成为高雄年度的最重要的运动赛会之一 而这次的比赛提供民众锁票免费入场之外 主办单位还准备了奖品丰富的摸彩活动 同样值得热爱运动赛事的民众期待 港路新闻黄泽先生中益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